台湾民意基金会是公布了最新民调显示在政党支持度的部分呢 20岁以上的民众在民众党的支持度是赢过了国民党 这似乎也显示了国民党前景堪忧 那么对此呢国民党主席也呼吁大家要面对事实 炮口对外团结一致 台北市长柯文哲出席公开活动脸上藏不出喜悦 根据最新民调民众党支持率再度赢过国民党 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却是语重心肠 要党内不要再内斗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公布的民调 国人的政党支持倾向最高的还是民进党将近三成 最值得观察的却是民众党的支持率有一成六 国民党只有一成五 民众党超前国民党 另外时代力量也有5.5个百分点 台湾基金则有4%的支持率 在国民党再拿不出让外界眼睛为之一亮的改变作为 而让年轻人持续认为我们是不友善的政党 这样的趋势只会继续的恶化 所以所有的国民党伙伴都应该就这个事情共同来努力 至于总统蔡英文的声望有五成的民众赞同他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也有三成七的人不赞同 总等声望回到五字头 另外苏内阁的表现满意的民众有五成一 不满意的民众也有近四成 蔡苏体制获得过半支持 但国民党却节节败退 年底选战成了国民党最后关键 记者众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